你知道日本单身独居女孩在工厂做刀酱,一天过得有多潇洒吗? 早上6点30分,今年24岁的梅穿裤子从床上醒来,目前一个人住在日本媳妇的公寓里,在日本,有70%的单身工人都会跟父母住在一起,而裤子是个例,因为他想要靠自己,花费15分钟化妆,然后自己做早饭,用的刀也是出自于自己公司,一块面包加一杯冰沙就是今天的早餐。 7点30分,出发上班,裤子通常都会开车上班,因为不在东京,交通并不是很发达,开车只需20分钟,7点45分,到达公司,他表示昨晚加班到凌晨,只睡了5个小时,裤子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刀具工厂,以武士刀而闻名,公司位于日本的官室,被称为刀片之城,仅这座城市就生产出日本一半的刀具。 早上8点,打卡上班,裤子的一天从团队会议开始,然后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任务,检查刀的锋利程度,一共54张纸,大约3毫米的厚度,测试刀的质量,只有合格才能送往客户手中。 第二个任务就是随机抽查工厂生产出来的刀,确保没把刀具符合严格的标准。 所以,裤子每天都会走遍所有的工厂进行检查,也是它工作之一,虽然很累,但它很快乐。 趁着裤子在工作,我们来看看刀是怎么制作的。 这里是一个进行热处理的地方,未经处理的压制钢刀片会由专门设计的炉子加热到1000多度,眼前这些是冻结的刀片,加热冷却后的刀片会被快速进行激动。 加热和冷冻钢刀片的过程能使刀片的分子水平更加稳定,不仅坚硬而且柔韧,此时的刀具会因极热和极冷和膨胀和收缩,就会出现微微翘出。 这种手工敲击就是为了拉直刀片,这个过程就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刀匠来识别每一把刀宗的细微瑕疵。 这项工作机器是干不来的,日本刀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具之一,但刀柄却不擅长,所以需要定期维护。 这里就是专门打磨把手的地方,让把手更加平滑有手感。 早上十点,与很多公司不同的是,他们一天有三个强制休息的时间,一次十分钟。 因为在这里做刀具的人都需要大量的专注力,而且产品的危险性也有关系,一步留神可能就发生意外。 十点十分,裤子开始测试刀片的硬度,他表示如果刀片太硬或者不够硬,都很容易折断。 裤子会专门使用各种机床或者化学品对刀具进行测试。 面对这么多测试技术的程序,记起来是相当有难度的,所以,这里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很大努力。 十一点十五分,裤子会参加公司一月一度的刀具改进会议。 中午十二点,到了午餐时间,裤子会跟同事一起去吃饭,他们通常都会订购工厂的便当,因为价格实惠而且菜也多。 这么一份饭只需八块,还是可以的。 十二点四十分,吃完饭的裤子会来到厨房继续测试正在开发中的新刀具。 各种食物都会切一切,趁着裤子在忙,我们再去工厂附近逛一逛,这里是手工磨刀的区域。 这样的磨刀方式是最具有挑战性的,如果没有技术,直接就把刀磨报废了。 所以,这座工厂也只有九名工人掌握这样的技能。 这位小姐姐就是其中一位,她表示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很难以同样的质量无材道,所以每把刀磨出来都不一样。 而这里就是清洁部门,每一把新的刀具都会清洁和检查,一把普通的刀具从生产到出厂需要一个月时间。 制作工序高达一百多项,如果更高端一点,需要三个月,目的就是为了制作出高质量的日本刀具。 下午四点,裤子正在做刀具包装前的最后检查,这是出货前的最后一步,这一步相当重要。 哪怕只有一点瑕疵,都会拿回去回炉重造。 五点整,裤子会去磨刀区练练技术,千万不要以为这里的工人是最低级的。 做磨刀师傅是裤子一路以来的目标,不仅工资高,还受人尊敬。 他表示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刀具师傅,至少练习一万个小时以上。 五点四十分,下班前的裤子会把今天的工作日志写好。 六点十分,打卡下班,他表示今天并不想加班,因为约了同事一起在家里打火锅。 六点三十分回到家,准备菜品。 七点十五分,同事们到达,身为刀具厂的员工,女同事们都很难找到男朋友,原因你们也懂。 所以,这样的聚会他们一周都会举行几次,不然就是一个人在家太孤独了。